每年国庆庆典上我们都能看到武装部队代表参与到庄严的检阅礼当中 包括我国第四种防御力量的数码情报部队 但检阅礼干净整齐的动作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得和感触 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傅小宇去看一看 高温酷暑之下 一群武装部队人员手举军旗身姿挺拔 如今干脆有力的动作是来之不易的训练成果 我们的棋子是差不多3.5公斤 然后我们在平时的训练我们会用比较重一点的棋子 训练我们的臂力 来自武装部队国防数码防卫与情报军部队的傅少强 获选成为四面礼骑队的棋手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骄傲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我的部队在四面礼骑棋队里 展现DIS保护我国数码世界安全的重要性 而负责训练整个军旗队伍的军旗队上市长陈廷峰 需要让他们做到协调一致默契十足 这36支部队军旗呢 因为他们是来自不同的部队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而我的责任啊则是统一他们 让他们的全心一致 来做出一个军旗团应该做的做好的分内工作 今年的天气变化很不稳定 也比较炎热 所以就使得这整个任务难上加难 我们做出了很多的防防措施 比如我们增加了更多降温撒水人员 我们也今年用了很多在室内 来作为那个训练的基地 所以他们从零开始 今天到了今天呢 他们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了 国庆庆典上演之际 军旗队会先在大草场边的安德逊桥上 举行庄严的仪式 军旗一一从保护罩中被取出 整理完毕后 军旗队伍昂首阔步 走向检阅礼现场 来自海军潜水学院的钟顺荣 是今年国庆庆典检阅礼礼上 掌控全场节奏的检阅礼司令官 他必须在正确的时间点 喊出正确的口令 带领全场两千多名参与者 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 没有Q cards 就是在我脑海里 就是一支的训练一支的排练 排练成了这个肌肉记忆 身为这个检阅礼司令官 我一直都要再数 数走几步 数几次 半日之火我们知道要数三次 可是我在检阅里就不能动 只可以用 最多只可以用我的胶子来数 第一次就用我的右脚 第二次左脚 然后第三次就是右脚 那就是完成了 而闲暇时间 他通过千百遍的练习 让所有口令 节奏烂熟于心 不允许自己出现差错 要确保他们 Stay motivated 是通过休息时间 一对一和小组互动 来激励他们 就有一次就有一个女童军 他就来问我 我的剑是真是假 当我让他触摸的时候 他就满脸露出了喜悦 虽然我们的休息时间 变得比较少 可是我们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确保我们检阅里的成功 稳健的步伐中 透露着团结的信念 坚定的意志 这是军旗队 以及所有武装部队人员 对自身训练成果的满意答卷 也是我国防御力量的精神所在